右手、舌子、外脂痛 我有看到钢铁功能 这个钢铁功能就是 我们小时候看的画布啊 看的封面之类的 就是钢铁功能 总是画的是 总是手上拿着一根棍子 那应该是痛苦的钢条 现在痛苦的钢条 就碰到舌子哪个地方 现在痛的地方就是舌子哪个地方 就这样 舌子哪个地方 现在的那些钢铁功能 看到他们的功能 看到那么多人的身影 实在不是智慧 实在不是智慧 像他们那个年代的话 觉得功能很了不起 而是政府 从建法上来说的是功能阶级 是领导阶级 没想到现在录的这个模样 很多的人下岗 下岗堆了 以后就再也没砍了 再也没砍了 再也没有砍到 正在这个时候 那个功能就发疯了 拿着手上的那个钢条 就像松空一样的 到处在炸 他说突然从那个 冒出一个大功能 冒出来的时候 扎完这个救世纪 他要扎完这个救世纪 扎完这个救世纪 正在这个时刻 发现硬件开始波动了 在硬件的功能开始波动了 在硬件的功能开始波动了 当年所说的功能阶级是领导阶级被人家骗了一把 现在大量的事业 所以这样的情况 在硬件的功能开始波动了 硬件的功能 硬件的功能开始波动了 硬件的功能开始波动了 都是小规模的 一致性的 同步性的 开始波动了 开始波动了 也想 硬件的这次波动 只有重大的意义 只有重大的意义 也有可能在混乱当中 把其中一个人给打死 把一个重要的人物给打死 好 希望怎样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